Yo,我是Eva 昨天一整天都是GIM NAN 哪里都是GIM NAN 所以到底什么是GIM NAN呢? GIM NAN是Google开发的一个AI模型 它和GPT都是大型一面模型 两者的差别是 GIM NAN是原生多模态训练出来的 意思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是 多感光模型的通用系统 可以顺及理解推理文本、图片、音频 以及影片和程式 而GPT4主要专注于文本生成而翻译 但也具有一定的代码三层以及推理努力 GIM NAN就像是你一出生 就会训练如何使用眼睛很多鼻子和嘴巴 但GPT只有训练一个感光 那透过这次Google发布的消息 GIM NAN 1.0有三个型号 第一个GIM NAN NAN 有18亿参数能在安卓设备上运行 而他们也发布了自己的这款手机 Pixel 8 Pro 这部手机是第一款内置AI的手机 GIM NAN NAN可以提取手机上录音的摘要 以及在WhatsApp上智能恢复 预计明年会扩展到更多应用 GIM NAN Pro已经可以在Bot上使用了 Google也在昨天更新了模型 但是目前只提供英文使用 中文还需要再等等 这里就类似GPT4了 可以提供搜索以及办公画面的帮助 GIM NAN ULTRA预计在12月13日 提供给数据中心和企业使用 可以透过Google AI Studio 跟Google Cloud Fertex AI得到API去做使用 价格目前还没有公布 那为什么昨天会这么热闹呢? 因为GIM NAN ULTRA在用于大型原模型研究 和开发广泛使用的32个学术基准测试中 有30个超越了GPT4 而GIM NAN ULTRA是第一个 在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第一件测试中 超越了人类专家水平的大模型 而在多摩泰等能力测试 结果全部超越了GPT4 不止这样 Google还发布了GIM NAN加持到Alpha Code 2 拥有最强的编码能力 击败了85%程式编程竞赛者 同时也拥有最强推理能力 因为是多模态训练出来的 GIM NAN同时理解文本、图片、音频、影片 还能回答复杂的问题 更擅长数学与物理相关的学科 而以上这些功能 都是Google在自行设计的TPU-8上 大规模训练了GIM NAN 1.0 可以看到这是Google数据中心的 100 Cloud TPU AI加速系超级电脑 果然是自家的产品 还得以用自家的设备 说了这么多功能 我目前是用的DUO BAD 当我问他你现在是什么模型 他回答我他是BAD 是用Google AI创建的 然后我再仔细地问他 你是GEMINI模型吗 他回答我他不是 然后竟然说GEMINI模型 是一个有Open 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 看到这我正机了 这Google不得要起司 然后当我在网下看时 这里已经有提示我说 BAD可能会提供不准确的资讯 让我看看就好 可以理解了 BAD还不太聪明 然后中文目前真的使用不了GEMINI 接下来呢 我用英文去问他 你是GEMINI吗 然后那会让我在12月6日稍早前 英文版本都换成GEMINI了 看来消息是对的 但是当我问他是谁 以及如何使用时他又回答我 他不是 然后我睡间脑袋又空白了 我不禁回想起这句话 BAD可能会提供不准确的资讯 看看就好 不死心的我又放上了我的游戏缩图给他 他竟然能把缩图分心得这么完美 我的游戏叫EVA 把使用了Lopole模型都看出来了 虽然中间这两只是熊不是狗 由于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没有特别的感到他比GPT4聪明 于是我到了他们的官网 找到了这个技术报告 当我详细的阅读报告时 才发现只有GEMINI ULTRA的指标 超越了GPT4 而GEMINI PRO呢 性能还是要再加强一点 之前BAD上面使用的是GEMINI PRO 所以呢想到上面找BAD的工程师嘛 就还是等12月13日一边发不出来再试试吧 然后通过这个中文解说的影片来看 GEMINI的中文还是不太好 I want to see if Gemini can figure out which direction my apartment faces and Gemini responds 我可以猜吃房间是超难的 文本翻译可能没问题 但影片中的语音功能 是没有太表现出来 我在教育上解决数学与物理问题的影片 这里GEMINI identifies that the formula was correct but there was a mistake in calculating height we can ask Gemini to explain in more details why the height is 50 meters instead of 6 I can ask Gemini to explain further 就能看得出来真的很有用 把自己写的数学与他的拍照给GEMINI看 不能看得出来哪一行有错 在语音上GEMINI也表现出阅读图片的能力 Thank you for the instructions I've started making my omelet does it look ready now? it looks like it's almost ready you can flip it over to cook the other side why is it not ready? it's not ready because the eggs are still running it looks ready now you can take it off the heat and serve it 当问他这个有没有熟度时 他都能回答出来 虽然我个人觉得第一张的熟度是我爱的 第二张图片就有点太熟了 跟我组的朋友吃着一样 最后就是GEMINI多么带模型10的影片 可以看到在解说图片或是影片上 他有很卓越的表现 无论在画什么或是跟他玩游戏 他都能解读出来 这一点就烂了很想使用他 未来积序类影片太长的话 就想丢给他帮我总结进化 对 就是这步 由于之前有用过GPT3.5 制作一个学英文的游戏 对于GEMINI我也很想尝试 如果有一个游戏环境像GDA 然后把里面的AI都换成GEMINI 肯定会变成一个AI世界 每个对象都是我们工程师无法预料的 但也有可能会造成一堆BUG 毕竟如果AI一个不可控 那游戏可能就会出现一堆BUG 然后我的头就会很痛 目前无论是学习还是制作游戏 我使用GPT4很多 那在没有GPT之前 我使用Google游戏器更多 我现在所有的工程师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因为到现在我对于使用AI的感想是 在学习上 他能帮你快速的成长 在研究程式方面 我遇到不懂的 就会问他 他能给我很清新又有逻辑的回答 那写游戏呢 遇到BUG 基本上就是把错误贴给他 再把自己的代码贴上去 然后让他帮我解决 但这里很容易让初学者走向弯路 只要稍微不反思自己的行为 就容易过度依赖GPT 但码一出来就复制贴上 连阅读都懒了 导致自己过度信赖GPT了 无论是书籍图片、影片 GPT或是Gemina 都是在传播资讯 而我们仅仅是接收资讯 对于书籍图片、影片 我们都会去质疑内容 是不是真的 就像这张我的照片 假的要命 我根本就没有这套衣服 同样的 GPT、Gemina 或是其他AI 我们都要去质疑内容的真实期 GPT给的程式 如果不是特别好 就用自己的方式去修 重点是一定要阅读美行代码 不要只是复制贴上 因为一旦这样做了 对于这项技能 你就会一直只顾目前 总而言 如果有AI的话 我真的很想把它加在游戏里 如果你们有AI的话 会用在什么地方 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是Ava 既然订阅按 喜欢不喜欢 拜拜